和大家轉個答題 大約20個網民日前到澳廣市遞信 他們不滿澳廣市新聞部近日處理 關於政制發展新聞的手法 網民就說澳廣市是用公堂年運的機構 應該向公眾去問責 以及公開交代新聞部是否存在與此立場 澳廣市隨後發出聲明 重新作為澳門公共廣播機構 首要的任務是要服務全澳市民 所有的資訊均會以客觀報導為終止 這集的小城大使會和大家看看當日的情況 年紀以來由譚啟雄落台到羅宋文上看 到現在我們見不到任何的改變 因為這個花是一個千古的花籃 不是一個用來讚美的花籃 我們不是想交給新聞部的同事 我們想交給你們新聞總監 很多次新聞的內容都是由這位總監去決定的 我相信在主播那些都是只不過有伴侶 我們這次來的目的主要是覺得澳門的新聞自由是危在旦直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示威的活動 令到公眾關注我們的新聞自由 同時亦都希望TDM能夠解釋 因什麽事他們過去的報導 就是這麽不公正、這麽不客觀 和這麽有為新聞的專業道德操守 我們知道近期他們出了一本採訪手冊 要告訴記者不可以纏繞式採訪 所謂纏繞式採訪就是去向官員提問 都算纏繞式採訪 而且不可以作出一些假設性的問題 如果做新聞不可以作出假設性的問題 其實等於不用報導新聞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市民是認為澳港市是完全失職 而有關的信件由澳港市公關經理代為接收 在26日澳港市發出聲明 重新作為澳門公共廣播機構 首要的任務是要服務全澳市民 絕對不會受任何政府部門、團體 或者個人的個別行為和意志影響 所有的資訊都會以客觀報導為終止 至於是前澳港市策略發展工作小組召集人的議員 關翠恆說澳港市新聞報導 應該反映居民的不同意見、平衡、表達 它是在使用公帑的機構 那儘管它不是一個政府部門 但是從我新聞報導的角度 要更加能夠反映社會的時政的問題 居民的不同意見 要能夠在澳港市裏充分作出平衡的表達 我覺得這是澳港市作為從未來的方向 要走向一個公共廣播機構的目標 是一定要建立和要落實 另外社會關心的政制發展意見 政府是不是仍然會以2加2的方案 遞交給中央 雪石安說不回應假設的問題 剛才聽了大家有些問題 我想首先我要衷心感謝廣大的市民 社會的團體、學術的機構等等 對今次政制諮詢工作發表了意見 透過不同的渠道表達了 我想政府現在綜合這些所提出的意見 進行分析就會有一個總結的報告 是公佈的 我相信大家給少少時間 政府去做這個工作 至於其他假設的問題 我不會回答的